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空还下着小雨 博尊国小进行紧急疏散 全校近百名人员都集结到操场 而距离镇央一百公里外的高雄民众也紧急陆下地震瞬间 地震上午七点五十七分 发生在澎湖县府西方一百零一点九公里处海域 瑞士规模六点一 深度只有二十点五公里 澎湖金门地区最大震度三级 新北汉台东地区也有一级 而且十八分钟后又在同一地点发生规模四点七的余震 最大的二级震度一样在澎湖马公市 第一次看到这个地震 脚不能这么厉害 洗脸这个好疯哦 真的很恐怖哦 我们澎湖第一次呢 九二一除外哦 这一次是真的澎湖第一次 好恐怖哦 幸好没有人因此受伤 气象局也说 未来一到两周不排除还会有余震 但都属于正常的能量释放 请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三级闻 陈子阳 澎湖金门报道 一阵天摇地洞 客厅里的全身竟被震道转了个方向 衣架晃啊晃 接着掉在地上 台湾地震 大陆也很有感 随身遇到地震纷纷跑到操场避难 气象局地震中心也解释 在澎湖外海发生的地震真的很罕见 这个地震是在板块内部的一个地震 那这个地区的地震非常非常的稀少 在历史上我们从1900年以来 在附近30公里内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地震 张家解释 26号早上7点57分 在澎湖附近的地震 镇央在澎湖外海是板块内部地震所引起 先上下晃再水平晃动 也算是华一性破裂地震 这样的地震非常罕见 专家也说上一次是在1994年9月16号 澎湖外海发生过瑞士规模6.0以上地震 地震将来会不会发生更大 其实我们一直没办法去清除它的地质结构就是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做一些预测 会不会再发生 专家说有待观察 但这次地震威力不容小觑 光是澎湖马公 金盟 台南七谷 云林 水林 嘉义市都有三级 也成为继1994年之后澎湖外海罕见的地牛翻身 三级新闻 曾经陈陈佑荣 台北报道